欢迎收看开尼见我之精有蛇 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 地产代理公司的总裁汪生汪敦凌先生 当然我们上来除了要讲一讲楼市 就不成功了 也要请教一下你的高见 因为我们知道楼市和香港的总体经济 因为和我们第一拐本身的投资行为 其次跟我们的就业、消费等等 就是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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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都是单刀直入 我们由19年 19年有很多是二乘不道的 那个二乘不道 然后踏入我们今年 即是刚好农历年,六历年又早 对 一踏就农历年 整件这么严重的东西 这么大的疫情 这么大的疫情 所以其实是由19年到2020年 起码上半年的楼市 如果要你概括一下 汪先生你会怎样看呢 楼市我会用表现相当良好来形容 因为事实上面对考验是前所未有的 但楼市的调整其实是相当稳固的 其实如果用一些全港性的数据 例如用猜尾湖指数据 跟高峰的时候是相差几个百分比 就算一些跌幅多的地区性 譬如屯门有某些屋苑去看 都是十几个百分比 如果全港性整个投资板块 是在说跌几个百分比 是相当理想的 面对这么大的风浪是相当理想的 对比股票或其他 当然中间是天心动魄 我想楼市是特殊的 你发觉这十几年 楼市是被人为规划化 里面有很多好处 有很多不好处 不好处是限制交易情况 有很多人抛杀机会 好处是我们的泰存比率 就算在经济很好的时候 也得到很好的比例 我们从未试过泰存比率 是这么理想的 这个就是有辣有不辣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人说 有时候船头怕鬼船被害怕责 我们客家人就说又怕痕又怕痛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楼价爸爸上升 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就说现在的年轻人 甚至无中产专业人士 上车不易 息口虽然低 但是楼价贵 但是另外一方面 到现在 就是所谓的楼价是相对平稳 或者是适度降温才算 又未去到一个崩盘的地步 但是有人就怕 我怎样补就业 或者现在所谓的 草的首期是否像汪先生说得那么轻 当然我们知道 600万、800万那样东西下降 都挺立竿结形的 但是现在会不会 其实又很两难 我去买楼 但是补就业各方面 是否真的做得足够 我会这样看的 买楼是一个风险投资 无论如何计算任何时候 都要量力而为 那我们用数字试试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九成人都可以掌握到工作 虽然我们预有细域率高 甚至我会觉得一定超越5点细域率 但是我仍然可以预算 有九成人应该是收入相对稳定 或者是保持到原有原貌 如果是这样 虽然我们的细域率提高 但是数字仍然有九成人稳定 在九成人里面 我鼓励他不要放弃自己的 能够量力而为的机会 我认为教授说得对的 因为我们会发觉 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 其实都有看不好的原因 都有不买楼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跟市场走 其实我们应该跟能力走 买楼跟能力走 如果你说上车 是最好处理的 就是能力上升就上升 你的工作觉得稳定就上升 当然我们要面对社会的悲情 是否认为失业 失业潮 结业潮 但失业潮 结业潮 不会令大部份人的工作不稳定 令不稳定的人比以前多很多 但我这样说 我们又会这样看 既然市道是这样 我们应该好地掌握稳定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你不稳定 其实你不应该想置业 如果你觉得稳定 你就去治愈 供求的问题 内地的随语叫江衰 江衰的就是香港 第一就是我们人均的居住面积 不要说居住面积 连生活面积的空间 其实在世界上都是最最最狹窄 你人有本能 我香港人又不是赚不到钱 老实实 香港人均学资配收又不差 我们有多储备 多储备 我赚到钱 坦白说 日本我一年去几十云 什么靓袋没用过 什么靓鞋没穿过 那你肯定是想生活空间大 是 是 但是也要找到地 关于特区政府 尤其这两任特首 在密地方面 汪先生你作为业界资深的人士 你怎样看相关的政策和作为 我们不存在是否大跌的问题 我们现在由头到尾都要处理供求问题 那不认求很严重 其实现在是用90年代建屋量 去做一个比较 其实这累积这么多年 在97年之后 其实我们是少了50万个单位 公私刑价 很夸张 很夸张 第一地产霸权 即是说既得利益者 当然是千方百计 想赚多一点 但是这个不是最难处理 因为既得利益者 如果面对有力的政策 它会衍生另一种赚钱的方式 第二就是香港民情 香港民情对增加供应不利 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会觉得错的环保意识 例如设计建屋等于不环保 那是很严重的 事实上 无论我们说到伦敦 尤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新加坡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例子 是建屋等于环保 建得环保 其实香港人要自己帮助自己 要争取一个调价 即是如何建计得来 是对自己有利的 而不是抗拒发展 第三就是香港的效率 香港政府的效率 香港政府的效率相当低 是 我会认为加成叠屋 如果我作为市场人士 我会很希望 如果中联办要帮香港 稍后过了现在要面对的疫情 或者他们会认为政治问题之后 其实很快就要解决房地产 房屋的问题 土地供应的问题 尤其是香港政府应该要改革 它的房屋效率 我相信是很慢 就是说很多东西要正确 我想申请一个 尤其是申请环保 其实是挺困难 变成我们很大量的例子 会发觉我们不理想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掌握时间去做 因为我们2023年 如果用我们市场人士 去推演现在的建屋量 2023年就可能会面对 去供应断层 而我们现在有很多地 香港有大量的地 我同意的问题 都是我们封印给自己 说不能建的 所以说明日大雨是否建 我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建 如果你还没有带预计的计划 我们可以令它的规模很小 就是在它开始的时候 其他地域启动 我觉得这是拒绝的问题 有人会现在 担心我的都好 居安施危 以前市场好的时候 整个总体经济外围 经济好的时候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香港的储备又多 我们讨论改革各方面 其实是急不及待的 现在第一 整个19年 起码19年的下半年 社会就动荡了 2020年的上半年 加上其实超过一年了 疫情又令我们不安心 再加上现在中美 两个最影响香港经济 尤其是外贸 包括服务出口的 不单止他们经济不好 而且他们的关系 已经由贸易纠纷 变到政治上都很对立 在这个时刻 你觉得香港政府 是否还有足够的弹药 因为它的决心 都要有弹药 是否还有足够的弹药 去做这方面的改革 如果我们用管理的立场去看 我不想用政治立场去看 就是用管理的政治立场 最低成本其实就是改革效率 因为我不用动用到大量的 我们的富房里面的钱 改革效率 如果房地产改革效率 首先我们得益就是多了供应 多了供应就会解决到 人们买不到楼问题 或者长期存在 贸易转损问题 更加解决到税务问题 我知道很多发展商 我们谈过解决 他们也有个心声 其实我们也想转型的 不想厚切都可以 不一定要厚切 薄切都可以赚到钱 货如轮转就可以了 但货如轮转就是需要政府 在土地效率上加快 很大加快空间 你看回以前和现在 为什么相差那么远 我们可以加快 市民做的就是 呼应正确的 例如建多些地要呼应 环保起地要呼应 环保起地就比为了环保而不起地 因为人都是大战一部分 好,欢迎回到开尼见我 就不谈谈地产了 那么松一点的话题 你绝口不提 好,松一点的话题 因为旁边这位是他的公子 Chris 轻松一点 我们就谈清酒 日本清酒 其实八、九十年代 因为香港受日本的生活文化 影响得很深 而且当时日本 无论是来投资 还是来旅游 其实很多 所以我们觉得清酒 当然是尊庸 或者起码好像许晶 这些废宗 就是冲坑才喝 还是你觉得不是 相对年轻的 像你那样 这个世代 都对清酒有这么感兴趣 其实是很平常的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我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应该如何 奸赏一枝漂亮的清酒 日本有很多酒座 没错 有千间酒座 我们怎么试 每一间酒座 可能有三十几款酒 对不对 没有可能试过 那么多 我们只可以很选择 去选择一些 我们认为 有很多高级的清酒 而很漂亮的清酒 也有 你说一些未成名的 刚刚起步的 一些酒壮的清酒也有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 因为很多香港人 有一个错误的 他们的想法 去看清酒的 就是他们永远都觉得 贵的清酒就是好的清酒 是 等不等于是不一定的 因为每个厚味一样 例如我喜欢吃辣的 不代表你喜欢吃辣的 你喜欢吃甜点的 不代表我喜欢吃甜的 清酒一样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厚味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有时 价钱上是不可以 即价钱不等于 它的酒质到底好不好 或者它能否能够 能够到你自己想要的厚味 是 就像Chris这样说 每次去日本 我太太带小朋友 去玩具部或超市行的时候 我一定行人家 通常都是在厚厚 就是买酒 一方面当然是品质 以及了解不同的 所谓的酒造 酒壮等等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的价格是很感兴趣的 就是你去那里走 你就会发觉 哇 香港好像另外一个星球 还有刚才也提到 譬如我们有分纯米不纯米 或者是米大淫氧等等 其实跟他们怎样刨米 跟氧造的方法 各个方面 其实我只能够说是不同的 很难说 有这五个字就必然是高一级的 如果你们两位 你们觉得值得推介的 有没有哪一类的酒 你觉得其实香港人 可能比较合适 或者值得尝试 不是就是看Price Tag 我先说 因为他比我专业的 因为我是喝的 可能我会被他笑的 如果是我喝 我会喝宅基的下饰 为什么呢 宅基这个品牌 是狀主很醉心去做的 但是我真的想推广 或者分享 因为很多人喝清酒 他都没有一个正确方法 我的方法也未必一定正确 但是我觉得一瓶好的清酒 比如说好像宅基那样 很多酒都有10至15种味 在喝一瓶酒里的变化 其实你喝酒应该是喝 午餐或晚餐里的变化 很多人喝酒就体会不到这个变化 其实我想分享这个变化给人看 其实类似变化 在很多清酒 漂亮的清酒 如果你说得够好 过来香港 其实你也有一个长的变化 除了是那个酒 酒本身作为一种物质 当然就很感兴趣 比如刚才汪先生也提到 它的变化是千变万块 也可以配合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食材 但是我看日本的清酒 就是他们那些酒造 或者酒葬 他们釀酒的故事 因为大佬人们讲的 坐底都三四百年 有些就近千年 你不是说笑 宋朝元朝传到现在 十几二十代都见过 最短的几代的 四五代的是很普通的 就是刚户传下来很普通的 除了酒作为一种物质 或者作为一种商品 坦白说 其实他们釀酒釀酒的故事 是否也有一些东西 也挺感动你 或者觉得很引人入胜 我们读历史 因为要看之前发生什么事 好像有一家酒造 我们听过他们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去看、去问 第一代通常是创业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们很尊重农民、产业 很感谢他们 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米正宗 到第二代 第二代就到了少和时期 少和时期比较出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打仗的时期 打仗其实无论哪个国家都很惨 包括他们自己都很惨 没有钱 因为人们又狂 卖不起酒 当时米种出来又不够漂亮 所以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唯有 刚才说的第一代 他们很尊重农民 所以农民也很欣赏他们 很尊重他们 到第二代的时候 他们就靠农民 去种食用米出来 再用食用米 卖出去换钱回来 再买一些酒造米 因为很多人以为煮清酒 通常都是用我们平时的米 吃饭的米 用来煮清酒 其实不是 是酒造米或酒造米 煮酒用的米或煮酒用的米 食用米或食用米 所以分开 当然酒造米 是比我们平时食用米 贵两、三倍价钱的 一斤、两斤 不一定断 因为我看他们有一块桌子 上面就写着历史 第一代做多久 第二代做多久 第三代还是第四代 发现第二代最艰辛的时候 反而他们做得最长 当然会好奇 为什么会做最长 他做最长 原来可以做到这么长 第一 可能是因为他想交给下一代 下手第三代的时候 希望第三代有个好一点的开始 所以最艰辛的时候就自己订了他 第二件事就是 当时 因为刚才说过 没有什么人买酒 没有人有钱买酒 酒也很贵 他们也不会做很多 因为没什么米 然后他们会想到一个方法去保留 他们的风格 后味 现在其实有些人也会这样做的 就是比较传统的日本酒 他们会沉连了他的酒 因为我们沉连了熟成了的酒 令到清酒的香味 甚至是它的后味 风格会更浓厚 甚至可以放得更长 所以这就是第二代的故事 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他有钱了 说有钱了 就买了很多新的机器 即是器材回来 现在很多做清酒的都是用手做的 但是用机器、用器材 是一种很沾身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时候 你有机器、有钱、富有 当然可以大量去生产 大量去生产 他们会推出什么呢 有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就是 希望他能够做的酒 是可以适合给不同的人喝 甚至配搭不同的菜式 都可以配搭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你配合红酒、红酒、白酒 或者可以配合红肉、鱼 清酒不是 你可以配搭任何食物 都是第四代 第四代我认为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 但我很欣赏他 他能够坚持到 做得越来越好 那他怎样呢 他就是首业的工作 首业的工作 然后就商品化了 所有他们的酒 重新包装了 可能酒可能没有盒子 现在整个盒子都很漂亮 在市场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慢慢慢慢 由头到尾 由第一代至第四代 虽然不是很多 但他们的风格 他们本身想保留的东西 是可以保留到的 但是在策划上 甚至在市场上 他们也做了不同的功夫 但这些客人来说 不会看到 当你真的要理解他们 了解他们的故事 你才知道 知道故事就会多趣味性 还有知道如何欣赏酒 历史也很重要 这一集最后半分钟 都请教汪先生 除了作为客人也好 投资者各方面也好 你听到 刚才Chris说 日本的酒厂各方面的故事 有没有在做生意上 有些东西是对你有所启示的 简单单一两句 我觉得那个高端 即是说品质高 是一个好的竞争方式 而想品质高 是要用一个合适的态度 我想清酒 是充满很多这些故事 明白 汪先生说得很好 态度决定品质 品质决定你是市场的定位 今天很感谢汪敦敬先生 和Chris上来和我们介绍清酒 谢谢 谢谢